我觉得首先很荣幸 而且就是我觉得一次要比一次进步 就是每一次上一个舞台都要比一次进步 既然这次发给我们这个奖项 可能以后要更加进步 然后以后要做得更好 我们特别的荣幸 然后特别的开心 兴奋会得到这个奖 然后我们以后也会多多努力 然后把自己更好的一面去展示出来 然后我得这个奖的感言 就是刚才我在后台也颠了颠奖 奖杯沉沉的 然后谢谢粉丝们对我们的支持 然后我们以后也会做得更好 我特别感谢我们有这个机会 能获得这个奖项 然后也特别感谢工作人员 对我们的照顾 然后还有粉丝们的关心 新的女人 那么你都看以来 咱们新歌的曲红都是偏青春的红红可爱的吗 有没有其他想要尝试的风格呢 其实我们现在也慢慢长大了 所以说也会去听一些欧美的音乐 然后呢有的时候也会去尝试 我们亲爱的女人有什么样的 跟我们的队长一句 好 那各位成员平时喜欢听的歌曲 有没有体会相似的 会不会一起去尝试着去翻唱音乐的 嗯 都有啊 都有啊 嗯 那我可以问 你们还有什么 对 还有跟你什么分享 有没有比大家特别相似习惯的一种曲 就电子音乐 电子音乐 电子音乐 还有欧美的内容 特别喜欢 对 就可以跳舞 嗯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自己分别的一样 组合里是什么担当呢 我是渔华少年的队长 嗯 然后呢 就是平时的时候可以去管理大家 去 读乎大家练习 然后让大家登顾 呃 我是 渔华少年的技巧的 你刚刚在舞台上 在我们的星河里面 也帮了一个 就 一点 和三派能的技巧 你给我看 你给你一下 谢谢 好 那其他成员 有什么担当呢 我是 渔华少年的主唱 然后呢 我 我就是 现在台上可能就是 分词比较多 像那种唱歌的分词比较多 嗯